我们的网台工作室 已经开启了IG帐户 想收看最新的突发内容 新闻评论和节目资讯 立刻follow 大家好,我是Kelvin 由于香港的罪案越来越严重 骗案横生 保安局局长说 1至10月 每日超过100宗骗案 增幅超过五成 讲过就好了 私私工作室 懇请大家尽量提高警觉 保障自己的私隐财产 不要让匪徒有机可习 不要再加重政府的负担 Patreon 马上转私隐设定 电邮、社交媒体 更换密码 如果你认为任何一个账户有风险 直接整个剷掉 包括WhatsApp Signal IG TG等等 尽快将所有资金调离危险的地方 你对我们的支持重要 但你们的安全更加重要 尽我们的公民责任 打击全香港最大的犯罪集团 人人有责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财富BB班 如果之前单独过三小时港义的网友 又想收看之后的补给堂 机会来了 最新的六小时一至十五集补给堂 经意上架 如果从来都没有订购过货堂的 我们也推出了最新的完整九小时港义加一至十五 补给堂 这两个产品 经意分别在财富BB Club 和私事工作室的平台商店发售 如果有任何查询 欢迎PM或电邮联络我们 别等了 马上加入 今天开始 理财投资 我始终觉得 在好没有希望的环境下 你都不能够放下希望 这两次 2019年 香港人经历的是抗争 2020年香港人面对疫情 国安法 之后很多香港人开始移民 流散各地 搬屋搬钱 搬人 香港人开始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而香港 都可能再不是我们以前的香港 不过香港人从来都是生存游戏的专家 看看最后有谁想 妈妈说 家人在哪 哪里就是家 那我会想说 不用分什么海外和在地 只要是说香港人的声音 那我就是香港人的网台 我是Kelvin 你收听的是CC新闻 于是Kelvin 未经计的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 convosよう 有可能是7月1日上載 也有可能是7月1日,但不是1點新聞 為什麼呢? 話說今天,我不知道,錄音時間是6月30日 本身,大家也知道,我想要執行一個新的Studio 但未有什麼特徵 我本身想明天,即是7月1日,即是今天 理論上今天,嘗試在新的Studio做直播 但你也知道,當然有計劃B 所以我就錄定一集,1點新聞 看看明天順不順利,能不能做直播 如果做島嶼做不到,這集節目要不就7月1日,要不就7月2日出街 就是這樣 大家都一頭無水 總之怎樣也好,歡迎大家收看CC新聞 這一定是在CC新聞的YouTube Channel 到了7月了,我們曾經說過7月 希望YouTube Channel到7萬訂閱 現在呢,自從上次說過《奶清德》之後 是艱難了的,沒有辦法了 現在都是6萬,連6萬9千都未到 基本上呢,整個7萬訂閱 甚至是接下來講到長遠的10萬訂閱的計劃 可能就要有所影響 不過這樣,這個不是我們隨著變化而改變的 我們現在有第二個計劃會進行中 我們希望能夠令到我們這個平台更加有資源和影響力 能夠製作更加多的節目,帶給大家更多的資訊 所以當然希望各位網友,如果你是安全的情況之下 譬如說你的YouTube Account是用來專門聽這些節目的 無論你是聽什麼台也好,你也有一個專屬的YouTube Account 我希望你就幫忙按個訂閱 這樣也會令到我們繼續要有進步 我姑且當作今天7月1日 當然香港跟以前不一樣 自從有19年反送中之後 2020年7月1日應該是 19年7月1日已經絕響了 19年7月1日,我還有印象的19年7月1日 2020年7月1日已經沒有了 已經是萬賴無聲 現在更加沒有了 稍後會講幾個7月1日的情況 究竟偉大的黑警 在香港部署了這麼多警力 今次又能拘捕了誰呢? 明天就跟大家跟進一下 今天就沒事了 這就是上星期五 上星期五的港股也算過癮了 一聲低開 175左右 一聲上去 幾百點波幅 最終是升兩點 又是177 OK? 市場也是差不多 個別股 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 今天就不會說什麼特別的股主 但是 7月1日大家會關心 究竟香港的經濟貿易是怎樣的 香港的零售銷售是怎樣的 以往通常我都會習慣說說說股市 然後說說一些什麼經濟話題 就是說一些港股 有些什麼個別股的話題 說一些國際新聞 中共國的新聞 然後最後說香港的 今天 7月1日 7月1日是一個香港的國殤日子 7月1日後 香港就從一個以前有文明的殖民地 變成一個沒有文明的殖民地 我再說一次 7月1日 1997年7月1日 香港由一個有文明的殖民地 變成一個沒有文明的殖民地 就是這樣 究竟 怎麼樣呢 究竟香港現在的 貿易 外貿 零售 會怎樣呢 在97年之後 都很有印象 我當然是97年前有印象 我十幾歲 我認為我是幸運的 我是有一些97年前的回憶 我是會記得97年前那個時代的香港 不是說什麼都好 但是有希望有文明 很重要的這件事 我們經歷過很多的風雨 包括 亞洲金融風暴 包括03的SARS 然後到了海嘯 等等 當中共富起來 由2000年入世 到了2010年多年 集帝上台 十幾年裏面 我們香港經歷著 看著你中國 從一個一窮二白 變成以為自己很富強 這段經歷 而我們香港 就將自己的優勢全部抬盡 我們就窮得只剩下錢 窮得只剩下樓 有樓就有錢 有樓就有錢 那當然好 不好的問題就是 如果沒有樓呢 如果樓價跌呢 萬一樓價跌會怎樣呢 這個我們就開始經歷了 好了 七一 香港的經濟 我們稍後慢慢探討 總有些是繼續賺錢的 總有些是沒有問題 很厲害的 但是你看到壓力就越來越大 很多不同的行業裏面 我們經常聽到一個字 七一就送大禮 他們就要求或者渴望 阿爺送禮物給你 我都不知道送什麼 你要求仇人 去送禮物給你 是怎麼這麼白癡的事 他們不覺得仇人是阿爺 他們覺得是阿爺給福德 明明人家在你香港拿著你 人家將從你是一個文明 有前途的一個地方 變成一個沒有前途的地方 然後你還要當他是阿爺 明明是你的仇人 你還要求仇人送大禮 好 你要求這麼辛苦 給你一些東西 就宣佈了這個所謂的政策 什麼政策呢 就是這樣的 等我等 找回一個政策 對 中國財政部海關總署稅務總局 聯合宣佈 上星期宣佈 就是由七一開始 香港澳門進境居民旅客 物品免稅額最高 就去到一萬五千元 由七一開始 先行由羅湖福田深圳灣廣深 blablabla的地方實施 本來就五千元免稅額 現在就去到 12000元免稅額 如果你用免稅店 就去到15000元 一眾的 一眾的業界人士 好像當舔到屎那樣開心 批發零售界 邵家輝說 這次很大的強心針 見到飲食界七一有七一節 有些已經減價減到糟糕了 還七一節 我們零售界有開心購物節 有十幾億優惠配合 希望大家歡迎遊客來 張宇仁就說 這個面相額五千元 搞了很多年 通証也要加 海南島十萬元 不要緊 我們總之有空間 我們繼續爭取 旅議會的主席 徐旺美論就說 中西文化交流 令到我們香港有很多獨特性 不用跟別人比較 我們有我們的獨特性 新的措施之後 我們估計 我們的消費額 是會增加過百億 這些政策 首先第一件事 自由恨 就很久之前了 當時的免稅額 是五千元 有沒有需要提高免稅額 當你香港的東西 好的時候 當你中共的自由行 是好境的時候 不用理你什麼免稅額 即是好像股市 當股市好的時候 那些手續費就照給你 當你的市業不好的時候 你刺激得多少 這個政策有沒有用 我們要實時求時 我們第一個想了解的就是 究竟那些人花多少錢 如果 你才有個參考作用 會不會因為 這個萬元免稅額而花多了 根據旅法局的數據 去年 平均 不知幾千萬 四千六百萬人 四千六百萬人 比2023年 這個預計的 這個預計的 會增加三分之一 另外 預計每人 有個數字 每人大約的消費 就是 六千 六千九百元 平均消費 六千九百元 逗留三點六日 我想問一下 如果人均消費 六千九百元 怎樣用到 萬元免稅額 他一面上黑就說 免稅啊 多用一點 是不是呢 拭目以待 是不是 拭目以待 他就說 2023年 這個數字 首先 是升了 現在平均逗留三點六萬 18年只剩下三點一萬 過夜比例 全部用100年比 全部用黑度 之前的年比 39%到45% 人均消費 六千六百元 到六千九百元 全部都好像很升 不錯 如果真的那麼厲害 就不會有結業潮 很有趣 現在香港 不斷探討 所謂結業潮 這個問題 香港 接下來只要打一個議題 就是經濟 因為他要證明 因為19年之後 全面是中共執政 19年之後 全面是一國一制 他不是一國一制 我不可以說他完全是一國一制 因為有些事更壞 有些事更壞 是吧 中共國 中共國 都可能對於黑警的制衡 會比香港多 為什麼呢 打齊他 中共國沒有那麼多公安 以及中共國有派系鬥爭 你明白嗎 李尚福也要下台 連魏鳳禍也要下台 鄧炳強會不會下台 又不會 特首會下台 特首不會下台 特首最多不讓他連任 人家中共國都有一些派系鬥爭 有些暴民會平衡一下 香港真的沒有 OK 給這些極權 完全是隻手遮天的 真的是 真是你拿FIT 還是我拿FIT 全部都是你拿FIT 不要緊 不要緊 世界很公平 香港人只是用腳投票而已 見勢式不對我就走 說回 就是說 如果你這麼厲害 為什麼會有結業潮呢 剛才我還沒說完 就是由於你19年之後 或者國安法之後 你是全面中共 全面專制執政 那麼 專制執政 當然我們那些 是響往民主自由者的吵爆 是不是一定不會滿意你 我們怎麼會滿意暴政 我們怎麼會滿意極權呢 那麼他就要用 經濟去說服你 不是 我們經濟很好 一來 他想 他想反駁你 他反駁嘴嘛 反駁隊 第二 他要困住那些有資產的人 因為香港是有大量資產留在香港 這件事也是很奧妙的 告訴你 很奧妙的 從去年開始 其實不止去年 主要由去年開始 到了今年 接近六月 足足超過一年 我和太太接待了 沒有一百都五十個人 親朋即友 很多很多 在香港上班 香港有樓 香港有資產 等等 不要緊 我沒有資格去說 這些是你的風險自負 可能你覺得我風險比較高 我想說的就是 為什麼他們繼續在香港工作 香港生活 香港消費 香港投資 香港買樓 原因是因為 還能賺錢 而他就要留住這班人 因為當這班人都賺不到錢的時候 香港就沒有救了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一個趨勢 為什麼還不走 是很合理 因為人是很不想改變 和很不想止蝕的 這裏我不常說 這裏我不常說 結論就是 他們一定要告訴你 香港很好勁 香港超好勁 所以先有李家超跟你說 我們開十間 撿十幾間 不是 我們撿十間 開十六間 而你這樣去反駁 我們非常之歡迎 非常歡迎 因為我們不需要爭辯 我們對於我們的判斷 很有信心 你就繼續精神勝利法 你就繼續騙那些 騙到那些 你真是很相信 由自及平的好處的那些人 非常之好 是不是 你不要這麼快倒閉 老實實 我們未夠力 我們未夠資源 我未夠先 是不是 我們未夠力 你如果這麼快跌倒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辦 是不是 當我們真的累積到我們的資本 好像以色列猶太人那樣 你有事了 到時就好玩了 到時我們真的要找東西看 找一些好東西 會不會我們拿回一些屬於香港人的資源呢 到時才算 可能是十年 可能五年十年不知道 有沒有等到這麼久也不知道 所以不要說那麼長 近來 近來 這宗新聞也有很多網友說 很多主題說 牛角就撿 記姦 就不是全部撿 這個原來也挺網紅的 黃潔龍 我就是 我不認識他 我也是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我也是近這宗新聞才知道 原來他在網絡上也挺活躍 他就是醉福樓 上市公司主席 兼行政總裁 杜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黃潔龍 好帥哥 醉福樓 上市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自己也挺想做上市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 就宣佈下個月會關閉四間分點 奧凱城的牛角 和牛蒜 陶大的永華日常 和牛角的次男方 他的post在facebook上是這樣的 說笑這麼說 今時今日在香港 沒有三幾間撿一下 都很難跟零售行家做自己人 他說經常聽到光榮結業這幾個字 他說倒閉 不一定是光榮 但一定不是可恥 最重要是負責任的倒閉 不要欠火器錢 不要欠客錢 如果可以不欠業主錢就更加好 呼籲同業量力而為 切勿過份死頂輸身 他說 將來經營有所改變 我可能會去回十六間 就這樣說 有些網友就立即說 你是集團 集團也做不住 小本經營怎麼搞 有些說 都理解的 做生意 要懂得止蝕 好了 雖然他講了幾間我都沒有印象 我也沒有印象 但是牛角汁這件事對我來說都很大影響 因為當時我在屯門都真的久不久跟我太太去吃牛角 我們很喜歡吃韓燒的 雖然這個不是韓燒 即是很喜歡吃烤肉 很喜歡吃烤肉 牛角是長期排不到的 神經病 屯門那間 我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 不知道現在還沒有 屯門有幾間的 有牛角和牛一 牛角牛一 兩間都排隊 是要是 譬如我們有時候會 下班 誰早點去拿票 拿完票之後大家走 有些甚至他不派票 是去到這麼誇張的 是等百多二百張桌 雖然那個是屯門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但是 我又覺得他能開的也有些把握 牛角要撿這件事 我就覺得相當大的震撼 奧凱成我不知道 但是奧凱成也應該有很多人而已 奧凱成 OK 這是第一部分 如果真的這麼厲害 為什麼要撿? 撿撿四間 不需要咬這些東西 各位網友最精彩的最精彩的 不要錯過這一部分 就是這位黃潔龍給人洗版 一個post 竟然有幾千個dislike 各位網友 全部在很多金三角 他自己出了個post 你看 你看 全部 Monica 越南柬埔寨名 全部是越南柬埔寨 全字眼 那大家明白為什麼 他認識話 他連續推出了幾個post 這個是 這個是 有幾個post 是 這個就是二千吓 這裡就是七八個dislike 為什麼 為什麼 大家會不會理想 當然是有人想滅他的聲音 很簡單 因為他唱衰香港經濟 他釋放出一個訊息 我是業界 我有十幾間分店 我都做不住收拾幾間 還有最絕的是什麼 他叫大家不要死定 如果大家真的聽他說的話 那怎麼辦 那我就不做了 全部都不做 李英當然是沒有死定 你問我 19年疫情已經全部都收拾了 19年我還在香港的時候 我經常去一間餐廳吃飯 老闆的名字還要用老闆娘的名字 很熟悉 然後老闆娘是偏黃的 很有趣 我經常跟老闆娘聊天 然後我還跟他拼了一個健康餐 那時候有一個叫健康餐 就是什麼呢 你知道西餐 通常下午都是根薯菜 飯意粉 全部都是蔬菜 肉和蔬菜 我簡稱健康餐 好了 那時候我就說 就是要想一下 要想一下網上營銷 當然是在聊聊聊聊 但你看到的情況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些大集團都做不到 為什麼疫情後會突然間 再多一陣開業呢 就出現了 出現了 李家超所說的 收拾十間開十幾間 為什麼飲食的排照數量反而增加了呢 就是一大堆人在疫情之後以為市好 以為會又回來 這是第一個原因 近期知道第二個原因 原來是走錢 原來是走錢 有一部分是中共國的品牌 是下來香港開業 幾個月就開完收皮 但是這件事的短期有什麼效應呢 從這件事 就是說中共國的品牌下來走資 你散到不同的各行各業 你就會明白為什麼股市又升了一陣 港股突然之間 是不是由這個145點 4、5月的噴噴噴的升了4、5千點 撤了之後的樓價就升了一陣 不就是下來走錢 下來走錢的問題是什麼呢 錢是會走的 因為他只是想用來走錢 就算他走不了 他不會再用來投資 他買了那些股票就放在那裡 他買了那些座房子就放在那裡 這些不是看好的錢 這些叫走資錢 走資錢就這樣放在那裡 你以為好境 你跟上去了 那你就上車 你以為是上了車還是上了船 這件事就很快就知道了 我不敢說的 可能年尾很好景 永遠都有人看好的 但是想說的就是 這陣子香港好像不是太壞 多了公司註冊 股市升過 樓市反彈過 多了企業下來開 原來如果只是走錢的話 這層的遮醜泡一揭開 我經常都跟朱基峰比喻 你好像拿著交贖款的公司包 一打開全部美金 頭了兩張而已 一撕開它 下半年經濟糟糕了 可能的 下可能的 我們先看看經濟數據 現在很過癮 為什麼很過癮呢 有人唱好 有人唱談 在說香港的零售史上 首先 講到不同的評論之前 再給大家一些數據參考 如果真的這麼好景 首先 不會這樣倒閉 他們最懂得做生意 最懂得業界 我們這些都不是冷氣 我們這些都不懂 我們又不是香港做飲食業 我們只是評論 這些真金白銀營業 他們不做了 實質數字 講到零售方面 4月跌14.7% 5月未知 5月這幾天就應該會知道 於是 3月跌7% 4月跌14.7% 你說我知道什麼事 又是基數效應 又是基數效應 好 我當你基數效應 儘管看看 下個星期應該會出的 不看5月的零售數字 如果香港的零售 繼續這樣疲弱下去的話 對租金收入就會有下行風險 廢話 但是他被迫著要這樣說 為什麼呢 如果不是 你地產真的有問題的話 他要揹飛的 這就好像 那兩間 衛育和Standard Pool 下調中國的全年的銷售額 由5%下調多10% 這些系人都知道有問題 現在就是後知後覺 如果零售銷售真的不行的話 真的有這麼多人倒閉的話 那你那個 舖租首先會慢慢反映 你以為 你以為 全世界搶探或不是 看你看什麼媒體 好了 給大家看看好東西 首先 我見到有美聯工商舖 她說 今年的核心區 舖租會升5% 你以為共識是暢談嗎 不是 還有 有一間叫做戴德良行 公佈2023年 尖沙咀的租金是按年增長4% 全球第三 還有 還未說完 竟然有些數據說 香港的零售額 這個在4月 因為還未出 4月是3月之前 因為4月下跌7% 但是3月還是升 連升15個月 商舖空置6年升低 首先說的是戴德良行 這間也很有名的 這間是世邦毅里士 OK 就說 空置率由9.1% 核心區跌至6.6% 你是不是覺得是平衡時空 不是吧 這裡又執行 那裡又執行 這裡又執行 那裡又執行 你竟然看了數據 核心區跌至6.6% 核心區跌至6.6% 舖租又增加了 不是吧 好了 你看回這個BOOMBERG 外國唱衰你了 外國就是說 不是吧 有些的舖租跌九成 那你是不是真的精神分裂 我覺得 就是這樣的 你說03月一夜死了 就未至於 但是看到很多問題出現 你有一些短暫的利好因素 那些不一樣 有一些短暫的利好因素 那些短暫的利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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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走錢 那些人 原來有些人 他寧願虧租也不要緊 因為他要搭一個雞棚出來 我在香港大興土木 我要搞大他 所以 我租一個貴的地方 搞品牌 幾個月就執了 幾個月就執了 或者他不執也無所謂 他繼續引一些錢下來 那這些事情會頂得多久呢 這是第一個問號 第二就是 你不減租又不減 你這麼多這些機構出來說 租金沒有減 那你呢 我認為你是死多兩千重 為什麼呢 有些業主就說 那我就不減租了 原來很好 原來核心空子都低了 那我就不減租了 這樣的租金之下 香港的營商更加難定 你就死多兩千重 告訴你 所以不用這麼緊張 究竟誰對誰錯 究竟租金前景是怎樣 我們很快就知道 我看到有一篇另一個報章 我忘記整個圖出來 挺過癮的 有一位叫蔡志忠 不是我以前很喜歡的漫畫家蔡志忠 是一個厲害 他是亞洲地產創辦人 兼港區省級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 政協來的 政協為什麼叫他這麼說呢 他就說了香港經濟零售消息問題 他就說 如今環球地緣政治緊張 內地經濟都十分嚴峻 香港受到高貨幣和高利率環境影響 港人北上消費模式似乎短期難以改變 唯有一招能夠中國內地和香港經濟 就是中國再次啟動量化 我看到他寫錯字 對不起 我剛剛才看到 為何我夾下他出帖 這樣說 寫錯字 我經常都寫錯字 但是 唉 算了 我都明白 這些記者的編集也辛苦 這是中國再次啟動量化輕鬆 量化輕鬆 可以嗎 我要Post給大家看 這個錯別字真是笑爆嘴 OK 中國再次啟動量化輕鬆 量化輕鬆 量化輕鬆 這叫什麼 quantitative relaxing 不是quantitative easing 這個好笑 但說回認真 他的文章說什麼呢 要啟動量化寬鬆 他應該打錯字 人民銀行大量印鈔票 哪怕發行五萬億 以至十萬億 一定要大力推估內需 讓資金在市場到處氾濫 鼓勵國民不斷花錢 甚至投資股票 只要全民皆股 經濟就不會一直低迷 相反直著炒起股市來撐起經濟 市面會一片欣欣向榮 嘩 這個政協都算毒 OK 但他說得對不對 他有道理 為什麼我說毒呢 我說他毒 就是因為 為什麼中國不印鈔票 你要問這個人為什麼中國不印鈔票 中國 我告訴大家 他只是最怕一件事 他怕很多事情 但其中一件事 他是很怕很怕 一發生了 就救不了 就是大幅貶值 是貶值到 沒有人控制不了 他是很怕這件事 所以就不敢再印鈔票 還有 貶值是一體兩面 另一面是什麼 惡性通脹 他因為一惡性通脹 就等於民不聊生 官逼民返 以至於改朝換代 歷來也是 歷來也是 通常官逼民 到最後民眾起義 就是沒有餐飽飯吃 就是買不到東西 源於貨幣變值 和惡性通脹 所以他不敢引人錢 而你叫他這樣做 這樣可能會救到經濟 不過後遺症更加嚴重 所以為什麼中共國 一直都不肯賺錢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出自這把政業的口 都很精彩 我絕對贊成 我當然贊成 忍吧 忍多一點 忍多一點 香港經濟也是這樣 我意思就是說 我們那些就知道即身立火 但是 好像剛才講關於舖租的新聞 你看到就是 原來市場仍然有很多文章 充激著看好香港經濟 有一個原因就是你要搶食 你試試唱淡 其中 你講唱好都不重要 但是唱好到 亂講 實在太搞笑了 譬如說這邊我覺得很好笑 鄭雁雄這條陰家產竟然做了中聯辦主任 中聯辦主任當然是中共共產黨員 但也有些水平 鄭雁雄 沒有人 沒辦法 整個這樣的制度之下 最後剩下的狗奴才 都只有 好了 他表示什麼呢 很精彩 他說香港難得有很細頭很新氣象 你說多一點 沒問題 你說多一點 在我們眼中 我們看到香港現在經歷一個 接下來類似亞洲金融風暴 或者沙士這麼嚴峻的前景 你們這群離地陷家產 還可以說很細頭 新氣象 好啊 船堅炮你 你說多一點 沒問題的 他說香港六不變 六樣東西不變 不要理會說什麼 這個好笑了 他說現在有新的角色在香港 由之前 背靠你們祖國聯通世界的超級聯繫人 轉化為超級法財點 各位網友 我想說就是 你乃共 明白的 亂說都明白的 但是你是乃到 乃到你將你自己的水平都叫做 去到一個低質劣的一個情況 什麼意思呢 中國沒有說沒有東西好 沒有一樣 全部都不好的 中國是有些東西 譬如我認為好 譬如普里茶 這樣就好啊 我認為是吧 你說中國的東西是好的 譬如這個普里很棒 我也覺得博不到你 譬如你說 我覺得中國是很好的 譬如這個黑心食物就很好 你明白嗎 你乃共不要緊 你乃得來就有些水平 什麼東西叫超級法財點 屁語 你是不是乃共乃到連中文都不懂 乃到變文盲 乃到變智障 對不起 對不起 有病的朋友 不好意思 我收回 不應該 乃到變低能 OK 什麼叫超級法財點 什麼人會說這些 這些就是垃圾 高雄法大財 那好吧 就抓你找到一個點 OK 按他點 神經病 他就說 即使有人污衊特區是一國一制 但生活在香港的人 卻深知一國兩制常態 對不起 這個不是常態 這個絕對不是常態 他就無故說什麼彭定康 他說彭定康埋下滿地的政治地雷 他說香港 經以肉火重生由外人的凌辱殖民 變成中央的掌上明珠 你就是豬就是豬 就不是明珠 是肥豬 就等劏你的肥豬 你現在還是牙斬斬 因為你香港政府庫房還有錢 香港政府庫房 不經不覺 今年的財政年度過了兩個月 這集節目的最後會讓大家看看赤字的情況 你繼續麻痺香港人 繼續洗腦香港人是OK的 就像matrix一樣 繼續放在這個系統裡面 繼續供養養份 我想多找些香港的人 如何認知香港現在的經濟狀況 我無聊看一看兩個最有名的香港財經媒體 我一看去信報 哈 哈 陳劉波 本港經濟過去處穩守局面 目前是進攻時候 屌你老婆 香港現在進攻 快點進攻 你正在輸十比零 後防豆腐渣 中門大開 不停被人數 你都不知道 掩著眼睛看不到分牌 然後你說我們進攻 就進攻 我支持你 不要守 有前無後 打死罷就 攻 哈 我看 你看一下大哥 信報 香港最有公信力的媒體曾經 什麼標題 什麼新聞 即時新聞 我屌你老母 喂 信報我曾經是一個很尊敬的財經媒體 李家超 香港營利幼稚 我沒有特意搞 我直接按進信報 哈 因為之前那個 有幾篇文章都很精彩 高 高什麼東西 我忘記了 那篇文章很好看 不知道是高什麼東西 先找一找 信報 即是說香港的品牌來走資 都是出自那篇文章 當然是高什麼東西 讓我看看 不記得高什麼東西 那幾篇文章都很好看 找不到 OK 但是你看 那個主意 陳茂波 本港經濟 過去儲穩室局面 李家超 香港仍然由治及興 OK 有些國際新聞 內地PMI 然後譴責美日 當然會有 這些 還有什麼新聞呢 我看一看 我再開信報 梁君彥 縱使香港經歷多波子 最終會變得更強更好 然後 香港海關 正式出任世界海關 解放軍 七一軍營開放活動 陳國基說 國安法實施四周年 還有什麼 心中通道 十點五十分開 王毅健的南韓總理 說香港政府說 國安法和國安利相負相成 發揮相機制優勢 所以我真的不看信報 你浪費氣 浪費時間 你要接觸 你看這些新聞 你會幫到你去投資自負 理解國際新聞大使 我覺得是悲哀 第二個 經濟日報 第一個頭條 當然是做定期 又對 做定期 有什麼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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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說少少美股 IPO Shin 把英國上市 定期定期 我看到一個冠軍分析師 看到左下角 誰來的 這麼厲害 好奇進去看看 厲害 這個叫做 興督的張億東 看好下半年港股 年內高點第四季 我一看 我看一看這位冠軍分析師 這麼厲害 我一進去看 嘩 即是 讓我看一看 過去的文章 香港沒有什麼看淡 全部看好的 港股全部看好的 這樣就加油了 所以你看到 香港在這樣 死到來都不知道什麼事 全部一面唱好 舖租好 消費好 零售好 超級發財 OK 你知道外圍發生什麼事嗎 大佬 有沒有報道 這些 又來制裁 這篇制裁 真的 這篇制裁 真的 財政部報告 宣布對五十間公司個人 進行制裁 其中包括二十四間香港公司 我都說遲早出過 不是叫做旅遊警示 是投資警示 所有來香港資金全部要審查 你就是混蛋 告訴你 到時你這麼厲害 你說不用靠我去知道 就試一下 財政部說這些公司組成龐大的影子銀行網絡 協助伊朗軍方非法進入國際金融系統 其中 光傳媒真厲害 做這些新聞 真是很有質素 發覺這些港企何時成立 2019年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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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開始的標題就是 香港2019年後多了很多註冊公司 這些就是用來走錢 那你有什麼開心呢 你覺得很開心 是的 那些錢仍然在你香港那裏 這些是黑錢來的 你也不知道 猛成成 你看到銀行看 多了這麼多錢 你以為很開心 現在的黑錢借你香港擺在那裏 你以為我們投資 如果真的這麼多錢來香港投資 你的市場會這樣半死不活 另外美國財政部 這份新聞稿 就是說這些影子銀行網絡 牽涉幫什麼組織 去進行洗白的錢 伊朗國防及武裝部隊後勤部 以及伊斯蘭革命維隊 這些錢是怎麼操作的呢 首先它有些海外的收入 譬如能源 海外賣掉去 然後那些錢用來開發 投資 購買無人機 然後向伊朗提供武器和資金 很嚴重 很嚴重 它有名字 這24間香港企業 全部都有名字 譬如 註冊地點 中國大生銀行大廈 尖沙咀百利商業中心 這個去過 灣仔諾基中心 名字又不免得開了 其實這新聞很嚴重 香港還很厲害 幫伊朗洗黑錢很厲害 幫伊斯蘭洗黑錢 再加上你又幫俄羅斯洗黑錢 之前那間 說了出來 有一間運輸機構 幫俄羅斯運金 香港成為了洗黑錢中心 之前也是 現在更嚴重 那你會不會把錢放在洗黑錢中心 你決定 可能你覺得這樣就好世界 那你喜歡 你喜歡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又不去想那些事情 你還在自吹自擂 說超級發財怎樣 你加油 好事又不做 那做什麼呢 當然要穩定壓倒一切 就是了 七一 再殖民二十七年 周年 這是香港的港商日 部署四千警察 表示一旦有人在公眾場所穿著 這些有可能先動意圖的相關罪行 就會抓他 我建議大家不要去這些高危地方 但是我建議大家不要去這些有黑警暴徒的高風險地區 哎 真是 七一放假的 睡覺就睡覺 看電視 看我們節目也可以 看書也可以 做運動也可以 去也不要去這些地方 不過這樣 我一定有人去表達意見 我認為一定有人被人抓 明天又看看可以有多過份 其中七一的相關消息 包括有一位 哎呦 我沒有出到照片嗎 有一位是日籍的社運人士被他入境 這位是日籍的社運人士 就叫做平野雨龍 這個算不算筆名呢 筆名 這位是平野雨龍 他就出示了入境處給他的拒於入境的通知書 他本來就說 7月1日就來銅鑼灣悼念梁建輝 大家記得嗎 梁建輝就在銅鑼灣崇江面前 刺傷警員之後自殺身亡 被定義為一個孤狼式的本土恐怖襲擊感 他出個post說 他說我心愛的香港是像故鄉一樣的地方 他只能無力在機場同哭 他說上一次來是2020年2月4年時間 讓他忘記了身處當地的感覺 因此想來縮短心中和香港人的距離感 他本來是無特兒 反修例之後多次聲援香港社運 在日本當地舉行集會遊行 我就這樣說 我就認為你不如不要來 你要縮短和香港人的距離不需要去香港 世界各地都有香港人 不要來 你們來到也危險 不要來 怎麼說 我覺得沒有什麼必要 但有些事情我們永遠都會記得 譬如說梁傑輝我們會記得 四個港大生 因為 因為 有些人認為是一個不治的行為 就出了一個感謝的言論 感謝言論 被判 煽惑商人 然後入獄 重判入獄24個月 他們是用平議會的Facebook出的post 所謂說 感謝梁傑輝 引起本地和國際關注 竟然要坐兩年 判兩年 是否坐兩年未必知道 但要判兩年 神經病 有人會認為有沒有搞錯 鼓勵傷人 鼓勵殺人 那麼警察傷人呢 石鏡泉呢 打兒子 721 那些警察說 我們 在這個 周智樂死的天 我們很開心 我們想開香檳慶祝 這些不善話 瞄瞄在目的 六四的時候什麼 我們想再製造一個六四事件 有片段的 黑警講的 這些不行 這些 你判這四個學生 入獄兩年 OK 同一準則 石鏡泉是否要坐十年 石鏡泉沒事 學生有事 這就是你所說的法治公義 所以各位網友不要緊 七一盡情地休息 增加自己的力量 OK 給一個好消息 最後 剛才按錯了出來 大家可能看到 這個香港 看著他死吧 正是頭兩個月赤字 計上債券收入 七百七十五億 即是每個月赤字 接近四百億 你的儲備只剩六千多億 他說他主要收入 新縫稅 你得稅是比較厚一點 即是四月後 嘩 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月十一 十二 一 二 三 我當你要多捱八個月 每個月四百億 三千多億 只是去到夏年第一季 財赤沒有了一半 那夏再夏年呢 沒有了 你是不是要發債還是要加稅呢 所以各位網友 我們終會見證一個有財赤的香港政府 到時候就等體氣了 你說完還值錢 如果美金當時還值錢 美金兩年後 可能會減息 減到我不知道 不過美國可能會有經濟衰退 或者世界可能會有經濟動蕩 令到它加速減息 但我又不覺得減得很多 保守估計 當是減離半 三離幾息 我當 那美金還是強 或者差不多 一百零幾 先當著 即是美金繼續這麼強 你說完 是越來越不值錢 那會怎麼辦 所以各位網友 繼續努力我們加油 千萬 我們要越來越明白 現在這個 港共政府 中共政府 陷入這種通縮財赤的漩渦 走快點 早走早安落 我們希望走到對面山 然後拿個望遠鏡看回對面 嘩 跌到這樣 希望 人要有希望 7.1 希望我們繼續 有這樣的希望 我也希望 我會快點去完成 看看明天會不會 在一個新的地方 和大家見面 OK 感謝各位網友支持 在安全的情況下 可能今天都有SuperTrack SuperFans 多謝大家 Patreon 支持的 請喝咖啡的 都相當感謝 Patreon 節目也上載了 連續我會錄幾集 關於中國的經濟問題 其中一個 就是講外貿 外貿 除了外貿 也跟產業有關 我今天Patreon 節目 會講一宗 又一間的晶片廠 就破產 還有 現在中國的產能過程 我形容為 排紅 產能排紅 就排到東南亞國家 連巴西 那些非洲 都嚴重 以上的內容 Patreon 就可以收刊到 OK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今集時間差不多 我們明天 理論上明天是7月2日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Thank you Bye Bye 喂 今天節目這麼快又看完 明天才有最新一集 怎樣等呀 世界滿日 滿日 立即加入我們 試試工作室的Patreon 會員 星期一至五 每日多一條片看 甚至更多 最低消費每月美金五元 三個級別 小火五元 中火十元 大火二十元 究竟有什麼分別 登入我們的Patreon 網站 就會解釋給你聽 立即加入 收看我們的Patreon特別內容 節目見 拜拜 大家好 我是Kelvin 由於香港的罪案越來越嚴重 騙案橫生 保安局局長說 一至十月 每日超過一百宗騙案 增幅超過五成 廣告就好了 私事工作室 懇請大家 盡量提高警覺 保障自己的私隱財產 不要讓匪徒有機可乘 不要再加重政府的負擔 Patreon 馬上轉私隱設定 電郵 社交媒體 更換密碼 如果你認為任何一個賬戶有風險 直接整個剷掉 包括WhatsApp Signal IG TG等等 盡快把所有資金調離危險的地方 你對我們的支持重要 但你們的安全更加重要 盡我們的公民責任 打擊全香港最大的犯罪集團 人人有責 我們的網台工作室 已經開啟了IG帳戶 想收看最新的突發內容 新聞評論和節目資訊 馬上追蹤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富BB班 如果之前單靠過3小時講義的網友 又想收看之後的補給堂update 機會來了 最新的6小時1至15集補給堂 經意上架 如果從來沒有訂購過課堂 我們也推出了最新的完整9小時 港義加1至15補給堂 這兩個產品 經意分別在財富BB Club 和私事工作室的平台商店發售 如果有任何查詢 歡迎PM或電郵聯絡我們 不要等了 馬上加入 今天開始 理財投資